呃這個第一題他是哪一年的考題呢 我來看一下喔 101年只考的題目喔 這個題目請給他五個讚喔 欸哈囉 來我們來看一下這個第一題 欸我會留時間給你們寫齁 欸你 我跟你講這其實不是數學阿 這個是你們那個公民裡面的那個經濟學 你懂嗎 欸 我跟你講齁這其實不是數學阿 這裡面用到的數學工具 其實非常的少阿 齁這個我相信文組的同學應該可以答得不錯齁 因為他文字敘述非常的 嗯 然後我們看一下喔 這個題目說齁 所謂個人稅前所得是指納稅一五人 在納稅前的個人所得以下簡稱所得 按照某國一九九七年的官方資料 依每個人所得高低將人數等分為五足 最高百分之二十的人 他們的總所得佔全體總所得的四十四點六percent 然後最低的二十percent的人 他們的總所得只佔全體總所得的什麼 三點六percent 這告訴我們什麼事情 貧富差距很大對吧 然後他就跟你說 所有的資料如下足所示 他把所有的人分成五足對不對 然後他們佔總所得的百分比也都告訴你齁 然後他就定義了一個新的名詞喔 來這個名詞你把它畫起來 所謂的所得差距倍數 什麼叫所得差距倍數呢 是指最高百分之二十percent的個人平均所得 與最低二十percent的個人平均所得的比值 你把它們相除就會得到一個東西叫做所得差距倍數 請選出正確的選項 同學你在這整個題目裡面齁 你有看到幾個名詞 第一個什麼叫總所得 第二個什麼叫個人平均所得 第三個什麼叫所得差距倍數 這些名詞請你先把它搞清楚 然後從現在開始喔 計時五分鐘 同學你把這一題做出來 這一題是多選題喔 多選題 一百零一年只考的多選題 統計部分 來趕快寫啊 快點快點齁 除菱姐趕快寫齁 看一下 可以啊 可以嗎 來 同學你知道像這種題目 我就會怎麼做比較簡單 我跟你講喔 同學這個你就假設人數 然後假設他們的那個薪水 這要怎麼薪水啊 應該假設他們的所得對不對 我們不妨假設全體有多少人 假設全體有一千人好不好 我覺得這樣子 可能你會比較容易懂齁 設怎麼樣 欸 有一千人 來跟著我一起先齁 我會慢慢講 我們假設有一千人 那有些同學可能會假設總共有一百人 我覺得都沒有關係 那個數據就是隨你高興啦齁 反正他就是把人分成五組嘛 按照他們的所得對不對 我假設一千人 那為什麼你說老師 為什麼不假設一百人 為什麼要假設一千人 因為你看他的這個百分比喔 14.9%對不對 假設一千人 那個數據會比較好看 會比較好算 我個人是這樣覺得 所以我假設呢 全部有一千人 然後這一千人呢 平均每人是一萬塊 來 寫上去齁 我假設一個數據嘛 對不對 平均每人 平均每人怎麼樣 一萬塊錢 平均所得齁 來 一萬元 OK 所以呢 全體總所得是多少錢 是一千萬齁 全體齁 這一千人齁 OK 這樣可以嗎 我個人覺得這一段文字還蠻重要的 因為如果你沒有去做一些假設的話 你光看到文字的敘述 要去做這個題目 我覺得恐怕有一點辛苦 來 先把這段文字把它寫上去好了 我覺得有這段文字 可以幫助我們來處理這個問題 我們假設齁 這裡面總共有一千個人 那平均每個人呢 賺一萬塊 然後 全體總所得是一千萬 OK 這樣可以嗎 好 那我們準備來看他的第一個選項齁 我們就每個選項 每個選項慢慢看齁 第一個選項 他說什麼 第一個選項 他說 從這個資料裡面顯示 所得差距倍數超過13倍 導演 你知道所得差距倍數是什麼嗎 就是最高的那百分之二十的個人平均所得 同學你要注意喔 他是拿最高百分之二十 就是我們這個第五組嘛 他的個人平均所得去除以什麼 最低這一組的個人平均所得 所得到的那個比值 他說這個東西一定會超過13倍 真的嗎 欸 我們來看看喔 前百分之二十的 來 前百分之二十 前二十百分之 好 來 請問同學 前百分之二十的那個叫什麼 個人平均所得是多少錢 欸 這個問梁家俊 前百分之二十的人喔 欸 他們賺的錢佔整體的四十四點六 欸 他們整體是 全體總所得是一千萬喔 那四十四點六代表是多少錢 欸 全部喔 我現在假設喔 全體總所得是一千萬喔 那前百分之二十就是這個第五組的 他們佔了全部的四十四點六 換句話講他們總共賺了多少錢 四百四十六萬啊 對不對 是不是四百四十六萬啊 欸 跟著我一起寫喔 我盡量講慢一點喔 四百四十六萬 好 那請問你喔 在這一組裡面有多少人 欸 這一組裡面 他不是說把人啊 整共等分成五組嗎 所以我現在假設有一千人 每一組裡面有多少人 每一組裡面有兩百人啊 所以你要把它處理兩百 你這樣可以嗎 知道我在做什麼事情嗎 欸 所以請問你喔 最高百分之二十的這一群人喔 他們的個人平均所得是多少錢 四百四十六萬除以兩百 平均每個人賺多少錢 我看一下這個應該是二點二三 對不對 所以這個是二點二三萬 二點二三萬 欸 師父 你在講什麼 把題目看懂 然後再來 後面百分之二十的 後百分之二十的人 哇 這個社會喔 這貧富差距很大 來 他們一樣有兩百人 對吧 可是他們賺的錢喔 只佔整體的多少 3.6% 欸 同學 全部喔 賺一千萬欸 同學3.6%是多少錢 是三十六萬對不對 對啊 欸 三十六萬欸 兩百個人分 三十六萬 好 來 請問同學 這是多少 三十六除以兩百是多少 這多少 這多少 0.多少 0.18萬而已啊 來 0.18萬 有沒有覺得貧富差距很大 對吧 這個 後百分之二十的支持 平均每個人只賺0.18萬 好 那我們現在來看喔 他第二選項問什麼 他是問那個 所得差距倍數嘛 所以你就用這個2.23去除以多少 去除以0.18 來 2.23 去除以 來 0.18 欸 誰要幫我們算一下 這個算出來大約是多少 欸 你們有算吧 對吧 你們這個第一個選項好歹會看嗎 把題目看懂 來 2.23除以0.18 大約是多少 想要告訴我 會請你幫我算嗎 大概是多少 對 2.23除以0.18 這樣講很慢喔 要把題目看懂 這考試要自己算啊 這個部分沒有計算機可以按的 12點多 12點多 好 OK啦 12點多其實可以了 來 12點多 好 那這個第一個選項他是說什麼 他說這個所得差距倍數超過13倍 同學對還是錯 不對啊 這個所得差距倍數根據他的定義是12點多而已 對不對 沒有超過13倍啊 所以第一個選項對還是錯 當然是錯啊 欸 同學你有沒有注意到這集不是數學啊 這個他用到的數學只有處法而已對不對 好 這個應該算是經濟學的範圍喔 第一個選項錯喔 你考試不能選喔 這樣可以嗎 第一個選項是錯的 那接下來第二個選項他在講什麼 我看一下 像這種題目我真的很不拿手 第二個選項他是說 最高30%的人 他們的總所得超過全體總所得的55% 對還是不對齁 我看一下他這是說什麼 最高30%的人嗎 最高30%的人 來 同學我個人是這樣想 來 所有人看往這邊 同學最高20%的人是不是賺了446萬 對不對 那最高30%的人 所以你要把這個第四組把他怎麼樣 把他切一半對不對 對吧 這個第四組不是這裡有200人嗎 對吧 這裡佔了20%嘛 這裡也佔了20% 所以這個第四組你要把他切一半 來 我們把他切一半喔 欸 切一半 我們要的是不是這一塊 好 那我現在其實我覺得這個選項我個人會這樣做 那我問你喔 以這個第四組來講 這裡有200人對不對 我問你 這個前100人 這個所得比較高的100個人 跟後面這100個人 照理講他們的收入應該是不一樣的對不對 就是應該是從高排到低嘛 那我們先找極端的情況 因為同學你應該看得出來 這裡 這200人總共賺了多少錢 280萬 如果整體的總所得是1000萬的話 他們是不是賺了280萬 那我們找最極端的情況 就是說前面這10%的人 他們最少最少也應該賺多少 140萬對不對 欸 你聽到我的意思嗎 就是說這一圖人應該比這圖人賺得多嘛 對吧 是不是這樣子 所以我現在假設一個極端的情況就是 他們怎麼樣 應該這樣講 他們最少在這一塊應該也是賺了140萬 來 這裡我這樣寫齁 不知道你懂不懂我直覺上次這樣想 來這一塊 最少